那么要一言一知觉醒者的特质有一点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让你了解 首先你要知道一个觉醒状态还有一个已经觉醒的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一个人有可能他已经进入觉醒状态可是他还没有完全觉醒 一个人也许已经成为觉醒者可是他不是实施处于觉醒状态 有些人已经觉醒而且他在这个觉醒的状态中不断地前进 但是在一般人眼中他们看起来是相似的可是其实并不是 既然你的问题是在问觉醒者 觉醒者从来不会受伤害他不会抓着过去不放他也不会一直想着未来 对他来说没有残留物他跟世界的一发生他就马上跟他呆在一起 他就继续持续的经验正在发生的实相 经验实相就像是在燃烧一个东西 你燃烧就会产生能量 就像你燃烧着你头脑里面的内容物就会产生喜悦能量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你就是持续的跟着这个喜悦在流动 你不要认为他是一个小时跟着这个状态 然后下一个小时又是什么 在下一个小时又是什么 这些是持续几乎是马上立刻瞬间发生的 觉醒者他是非常有功能性的 他可以是个医生工程师等等 有一个觉醒的状态他是没有办法功能运作的 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现在有人要拿着心理他们 这个服务 这是宇宙